今年10月流感开打 不少地区都已经是低于库存量又或者是没有疫苗可打 不过石门区卫生所就表示 目前还有流感疫苗可以施打 而且还下里去 就连石门区里长联谊会的会长都受惠 直说前阵子就是没有打才会一直感冒 现在已经打了预防针 寒流来也安心不少 近来天气转良进入感冒的高峰期 而流感疫苗也在近期开始有短缺的情况发生 为了要服务更多的乡亲 石门区卫生所人员也走出户外 除了向长辈们宣导防衰防跌的观念 也提醒老人家一定要注意早晚天气转良 出门戴帽子头部保暖更是重要 还带来了尚有库存的流感疫苗 要来究竟为长辈施打 今天等这个机会 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拳头 另外就是我们弟弟在变 已经变了变了 如果说我们乙风车 今年乙风车和某乙风车 如果乙风车没有买出的 我们今天要在这里释出出的 因为其实很多地方 已经开始说在今年乙风车都在缺 我们过程乙风车在这里还有事 希望说如果说今年乙风车的 各位示范 我们今天这里有来 大家可以帮助乙风车 跟这些乙风车进去做出的 在市大流感疫苗前 按照规定程序 一定要经过医生的看诊 而石门卫生所 摆起简单的桌椅笔垫 主任与长辈对坐 就可以直接问诊 而外出机动室的卫民服务 就连石门里长联谊会会长都受惠 究竟直接看诊打针 直说真的是很方便 从今年10月 10月流感疫苗开打至今 不少地区已经低于库存量 或是根本没有疫苗可打 不过石门区卫生所表示 目前石门还有流感疫苗可以施打 也呼吁还没有施打公费流感疫苗的长辈 或是小朋友及其照顾者 要来赶快打针 越早施打越早产生抵抗力 记得聊到平函 时日门采访报道